大家好啊 2021-1019-1837啊 接着发货啊 接着发货 跟大家说说啊 一个北大毕业的父亲 贡或者叫公啊 女儿留学 就花钱啊 被骂说 养不起小仙女 你就别生我是吧 人而且还群发裸照 求网报父母 在网络上啊 还要人肉他爹妈啊 还要让他爹妈彻底臭 这件事可有点意思啊 我们就要看一看了 瞧一瞧 看一看了啊 这个 这可能是啊 最近半年左右 这个华人圈里边 最最最最最离谱的 留学生啊 小女孩 起因是一个微博博主的爆料 爆料毁三观的程度 直接上了微博的热搜啊 这个叫地瓜熊老六 他说 北大毕业的老父亲 养了一个骂爹骂娘的西班牙留学生 小仙女 在我们西班牙啊 不知道在不在巴塞罗那啊 基本上吧 这个大学是吧 马德里 巴塞罗那啊 穆尔西亚 阿里坎特 瓦伦西亚啊 这个格拉纳达 塞维利亚 就这些地方啊 哎呀 说这些图片都是女儿自曝的 因为他觉得都是他爹的错 一开始是他爹询问转账记录 就是说你这钱怎么花的啊 女儿觉得父亲斤斤计较 你看 这个可能是女儿说 我看 哦 是他爸说早上好 说14.83欧元是打车 44.52欧元是买什么呀 他爸也够磨叽的啊 14.83吧 这又44.52吧 这加一块 是吧 这不是才58加59块多钱吗 是吧 不到60欧 是吧 400多块钱 不到500块钱 你还问的他大了 是吧 不管他21 22还是18 9 对不对 差不多就得了 对不对 他买卫生巾去了 对不对 他给男朋友 给小鲜肉小白脸花点钱 对吧 他有隐私了 然后他爸又说 现在方便视频通话吗 爸爸四点钟就出门跑步了 那意思 我四点要出去跑步 四点前咱们俩视频通过话 然后他女儿说了 44欧元 就是那个44.52 失去超市 买生活用品 是吧 一个女孩子 你还问她们详细干嘛呀 是吧 然后说 他爸又说了 说信用卡 主要用于应急 像昨天要打车去住处 那样的情况啊 那属于应急 你用信用卡 你刷卡 平常尽量不要用 就是你直接花现金 那意思 然后他女儿就说了 我在银行转账 到账前都要用 就是银行转账 那个钱还没到位 我都得 这都是应急情况 就已经嫌他爸啰嗦了 确实 他爸在中国不了解 我在西班牙 我知道 这个西班牙的银行系统啊 公共服务系统啊 什么这个 各种的系统 各种的system 都是very very tai tai slowly slowly 都是slowly啊 我们认识的一个台湾朋友 前些年来的西班牙 然后那个到一个公司上班 干了点活 一天就干完了 特别快 效率特别高 中国人吗 华人吗 结果 那西班牙的同事都不乐意了 找他来了 说这点活 您一天就干完了 这我们是一周的工作量 以后你不能这么干 你要都这么干 搁几个 搁几个 就得跟你翻车了 北京话就跟你码了 码 有的时候后边 还要加一个第二个字母 我就不读出来了 就跟你翻脸 哎 这国家人懒 是吧 然后 看金额啊 金额是每个月 至少一万的转账 还要加上信用卡的备用 相当于每个月 一千三百五十欧元 现在是七块五吧 欧元又跌了一点啊 差不多一千三百五十欧元 一万人民币左右啊 根据众多网友的提醒 每个月一千欧 不仅在他留学的西班牙的小城市 如果是小城市 那不是我们巴塞罗那 我们这有一百六十万人口啊 当然跟北京 上海 香港 东京 纽约 洛杉矶 伦敦 巴黎 是吧 伊斯坦布尔 莫斯科 跟这些城市比起来 我们是小的 但是我们在西班牙第二大呀 首都有三百多万人口啊 对吧 剩下的西班牙就没有过一百万的 第三大城市 瓦伦西亚八十万 那难道他在一个什么城市 小城市吗 是吧 在我们这也花不了啊 每个月一千欧 在他留学的西班牙的小城市 不仅能解决温饱 还能吃的不错 然后他爸说了 说爸爸压力非常大 啊 亚历山大 是吧 然后他女儿说了 必须品怎么节约 你看 这俩人就开始憑了 开始针尖对卖忙了 说话 北京人管这叫枪茬了 枪茬了啊 然后他爸说了 你尽量把每个月的开支 控制在一万元左右 你之前承诺过的 就是你说话得算话 现在的孩子 他又不上班 他又不挣钱 对不对 就像彭德怀当年说的 宰卖野田 心不痛 对吧 儿子卖他爹的 好不容易他爹 辛辛苦苦省吃点 用买的土地 儿子卖了 闺女卖了 他管你那么多呢 对不对 然后他女儿又说了 不然我怎么超过了呢 他爸说了 现在每个月都超过呀 就你每个月 他爸的意思 我给你包杆 就这么多钱 你自己想办法去节约 你省着点过 然后他女儿说了 汇款没收到 我只能用信用卡 刷信用卡 刷额度啊 说你之前给我转账 换现金的金额特别低 有个额度 他爸怕他乱花钱 就是给他设定的额度 每一笔钱都比较少 不可能够到这个月 就是你给我的钱 你也不大方 我这钱不够花的 加上转账啊 西班牙的银行系统啊 他慢 大概这意思 然后他爸又说了 你按照每个月 一万元规划 不能超过了 就跟爸爸拿钱 爸爸就这么多工资 没有钱了 怎么给你呢 对啊 他爸你听的意思 工资 是吧 人家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好汉 不挣有数的钱 你看我 我22岁就给自己挣钱了 我一开始是跟别人合伙 当兼职业务员 或者合伙人 或者合伙一个项目 到后来我不就 我27岁就自己当老板了 对不对 所以我46岁就退休了 是吧 当然像我这二人 凤毛麟角啊 是吧 绝对是稀有的稀有啊 像我这二人是很少的 对不对 你看他还得看人家脸色 工资 证明他上面还有领导 现在呢 对吧 整个大形势 经济形势 对吧 不知道他爸什么单位啊 是吧 如果在私企一句话 你就裁员了 对不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 然后这女孩就烦了 他说就这样吧 在家 他说我在家呢 说再见 他应该说再见 他写错了 就跟他爸就白白了 而给予他这么多的父亲 其实是每个月 一发工资就转账 根本自己剩不下多少钱 然后他女儿又说了 我不想大清早的跟你吵架 我只买了生活必需品 饭都吃的营养很不均衡 你不会做饭吗 现在的孩子不会做饭 你看啊 我不是夸我自己的儿子 我自己的儿子喜欢吃西餐 对吧 他也是 我儿子12岁就住校 在一个市重点中学 北京市的 5000人考试 5000人啊 我一点没吹牛 我儿子是第四名 从12岁就住校 还要坐地铁 还要倒公交 我不接也不送 就让他自己回家来 当然了 比如说到 学期末 那个被子入子 那我得 还有那些 其他的一些杂物 那我得开车去接 还有开学的时候 被子入子 再给拿回去 平常我真的让他自己 才12岁的孩子 当然现在都20都多了啊 对吧 我儿子 你看今天早上起来 自己起床 自己 那个 煎的荷包蛋 然后把面包 烤热 然后自己再弄点水果 一吃 对不对 现在好多女孩子 我都见过 在巴塞罗那 我见过 还抽烟 把那个窗户 窗户篮 窗户缝里边 塞满了烟头 有的女孩子 那个 我们前几年 认识一个沈阳的 女的 她老公是北京的 她老公是搞装修 这女的搞保洁 就很多留学生雇她 她说女孩子 很多女孩子的宿舍 比男孩子还脏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啊 对吧 你为什么吃的 营养不均衡 对吧 西班牙的超市 那菜有的是 虽然说蔬菜的品种 可能比中国少了一点 对吧 你自己做饭 你不会啊 对不对 你将来嫁不嫁人 对吧 难道就 你找一个什么都会的人吗 你嫁一个男朋友 或者老公 又给你做饭 又给你钱花 你还不用上班 有这种好事吗 天上会掉馅饼吗 你想什么呢 你想多了吧 对不对 然后她爸说了 爸爸不是跟你吵架 是希望你懂事 能理解爸爸的不容易 然后这女孩说了 我也很不容易啊 我不可能不吃饭呀 就开始啊 就像那个狗似的啊 说的难听点 开始狂吠 是吧 就开始撕咬 露出来这个牙齿 就咬他爸了啊 然后他爸又说了 你要有独立意识啊 就这个独立意识 中国人就说了好多年 没有几个孩子能做到 是吧 家长也是磨破了嘴皮子 说 但是做不到啊 中国的文化 叫什么来着 对 巨英 巨英 巨英国 巨英国这本书 在中国都是禁书了 对吧 就像什么动物农庄啊 1984啊 啊 等等等等的 对吧 巨英国这本书都下架了 对吧 中国的领导 中国的权贵 中国的所谓精英 他不关心你 是不是 是个蠢才 蠢货 废物 废物蛋 废物点心 他关心的是 我能不能统治你 你能不能听我的话 不听话 我就砍你 我就剁你 我就关你 我就熟识你 东北人叫熟识 是吧 助许 哎 是吧 休息了啊 你已经23岁了 哎呦 这孩子都23了 是吧 人不是说23还窜一窜吗 个儿还能长 但是23 哎呦 我17岁就上班了 我23 我22就自己挣钱了 对不对啊 我都跑业务 起早贪黑的 当然他是个女孩啊 女孩你23也不小了 女孩子在中国20岁婚姻法 你都应该结婚了 你要在农村 18岁有的都结婚 都生孩子了 对不对啊 说你要学会独立 说爸爸51周岁了 已经老了 哎呦 他爸在求他闺女了 也不想跟他闺女吵架 服了他了 是吧 之前我看到一个画面 一个视频 呃 一个父亲在抢救室抢救 他女儿在抢救室外边的椅子上 还接着玩电子游戏 玩手机 就跟没事儿似的 就跟躺在里边的人 是吧 那个人就是个邻居 一个街坊 甚至是个陌生人 对不对 现在中国人人情的冷漠 连这个亲骨肉 亲子女亲爹妈 现在很多都很冷漠 对吧 然后说我没有能力一直养你 然后他女儿现在说了 没有到账 那钱没来 我就得刷卡 怎么着吧 哎 然后他爸说了 购汇啊 购买外汇900欧元 用了六千七 啊 六千七 六千七差不多 七块五吗 啊 加上转账 3300元 可能指的是人民币啊 这有的那个华人也收人民币啊 租房供一万 然后支付宝又转账一千 等于他爸给他支付了一万一啊 是吧 然后他女儿说了 没有转账 我没收到 我不可能不消费啊 这话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他也得花钱 但是你为什么你的生活必需品 你买的东西你不能提前做一个plan吗 做一个计划吗 你懂什么叫未雨绸缪吗 你懂什么叫前瞻性吗 对吧 你懂什么叫 是吧 这个天晴要预备雨伞 吃饱了 要预备粮食 你不懂这道理吗 对不对 然后说我不要吃和用吗 你要啊 你平常准备点啊 你爸给你的钱不是太少吧 对不对 然后说他爸说 工资到账的当天 给了你一万一千元 爸爸的工资已经所剩无几了 你尽量节约呀 是吧 然后他爸爸为了省钱 早上和晚上 只吃青菜和小米粥 你看 10月10号双十节那天 他爸 是吧 还绣着涂 还真是一碟青菜 还有小米粥啊 然后说吃晚饭了 然而 这位女儿不仅不心疼父亲 还把聊天记录 发在了QQ的空间大骂 说死马玩意儿 啊 就是死东西 死马东西 恶心的鸡巴玩意儿 还说他爸是鸡巴玩意儿啊 还把他爸的名字 他爸的名字叫什么 说死马的什么什么什么 连他爸的名字啊 直呼其名 是吧 你再怎么样 是你爹吧 对不对 是你亲爹 啊 没你爸能有你吗 对不对 还用了50欧元 就跟我大早上的吵架 什么恶心的鸡巴玩意儿 你看 还骂脏话啊 竟然还说养不起仙女就别生 老家伙 他爸他骂他爸老家伙啊 养不起本仙女 还本仙女 你什么仙女 你 你就是个柴火妞 就是个普通人 对吧 你至于这样的吗 是吧 你这么骂你爸 对不对 你说你爸老混蛋 老家伙 老东西 老畜生 老流氓 啊 那你是什么 对不对 你不是他的孩子吗 你贬低你爸 不就贬低你自己吗 对不对 我说这个连带关系是存在的 对不对 还本仙女 当年就别生了什么 基本东西 说他爸 不仅骂他爸 啊 还把他妈 也挂到网上骂 他在贴吧 可能百度贴吧 还有推特 还有telegram 和这个QQ空间 就是中国的局域网 内网 还有外网 全罢 都有账号 这女孩叫麒麟 啊 要么她叫魔法猪公主啊 你看 他连他妈的名字 麒麟 他说 我妈叫杨天红 啊 姓杨的杨 天地的天 彩虹的红 说我妈 这个160斤的风母猪 说他妈是又疯狂 说他妈是风母猪 160斤 说自己 从来不搞 玉室的水垢 骂我 说这个洗澡间 玉室啊 有这个水垢啊 说他不搞 还那一次让他搞 还骂我 还别说 还说我 别以为他骂不过我 还说我别以为 他骂不过我 啊 就你俩也吵架啊 天天天天扯了他的风猪嗓子骂我 不过看起来他们家里有家庭矛盾啊 也积了一段时间了 真不知道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 天天对我人身攻击啊 温猪啊 说他妈是得了猪温的猪温猪 天天吃饱了就是睡 肚子上两个肉圆球 两个肉圆球 肚子上啊 像雪人一样啊 说他妈圆圆鼓鼓的啊 圆圆滚滚的 说从来不出门 哪一点像上海人 哪一点像人啊 先说他妈不像上海人 又说他妈不像人啊 是吧 这不是骂他妈的吗 你看北京有时候骂人说 比如说某某某啊 比如说他妈啊 叫什么杨天红哈 说杨天红你不是人 你是个小狗把大门啊 我们北京就骂人啊 说谁谁谁啊 不是人 是个小狗把大门 这把他妈也说的哈 就连人都不是了 过了过了哈 太过了 你要说你十七八十八九 二十来岁你犯魂 是吧 您都二十三了 您还犯魂 是吧 我看您也是个小狗把大门 是吧 不应该啊 有点过了啊 有点过了 还是何为贵吧 是吧 都是自己的亲爹亲妈啊 现在弄的全世界都知道了 丢人现眼